最近又有一个男性丧了热门 一线男性杨硕因为对现心令不服 导致他参演的电视剧《一厢人》就已经停拍了 《一厢人》这部电视剧 是在去年十月份签的合同 开始杨硕签了八千多万的片酬 但是没想到今年的现心令下来 无法给演员当初合同的哪些钱了 杨硕却认为合同是去年签的 必须按照这个合同约定付钱 至于你怎么发这些钱来我不管 反正你不给我这个钱 就罢演不拍这部戏了 于是剧组就没有办法 到时这部戏就停拍了 其实杨硕不想一想 即使按现在的方案执行 不也有一千多万的收入吗 你一个人扒演整个剧组都停拍 之前付出的人力物力全部浪费了 所有人都白白付出那么多 就等于将了大家一军 其实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演员 是学表演的孩子一批一批的 一点不珍惜国家和人民给你的机会 更大趋势反着做 以后还能有什么路可走 难怪著名的院士李兰娟曾经说过 我们的这个待遇 应该要给一线的科研人员 给那些最重要的人 反而娱乐圈的这些明信的工资 确实是太多了 应该限制限制了 现在都已经膨胀成什么样子了 而且作为一个演员杨手 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难道比中南山院士高吗 比李兰娟院士高吗 比那些辛苦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的贡献高吗 估计你比一线的工作人员 都相差很远 实在是没有办法比 拿了这么多的钱 还觉得心里不得进 挑三解四的 实在是不应 今天会换了